民眾十二號晚上九點多在台北捷運警美站內遠遠拍下畫面 可以看到當時捷運警察抓住男子的左手用力朝他的臉部挥拳 害男子頭部撞牆 員警還拽住他的左肩要他離開充電區 這時男子一個亮槍趴在地上來看當時狀況 證明無業遊民長期佔用捷運內的充電區 面對警方驅離他不肯走還出言挑釁甚至動手攻擊 員警一時情緒失控回擊打了人 後續除了得追究相關的行政責任也被違法送辦